这是海贼王中目前已知最贵的恶魔果实 世界政府曾要拿出51购买它 也就是说 就算把罗杰抓来换手术果实 最后都仅能剩下5亿多倍利而已 等到如今鬼斗之案中 罗杰手术果实开发至觉醒 其变态的穿透攻击 甚至能无视防御 反复重创四皇 并且期间罗埃出现了反手扎出一条通道 直达地铁惊人操作 再加上脑洞大科的消音机阿如五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 手术果实已经成为一枚如同肉球果实那样 没有明显缺陷能力十分全面的恶魔果实 那么本期 我们就来详细说说觉醒后的手术果实的能力 按各技能原理上的区别 手术果实所有技能 包括觉醒技在内 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5个部分 我们首先从它最基础 也是最为全面的空间型技能说起 1.空间技 这类技能发动时 都需要罗将周边纳入名为ROOM的球形空间内 然后他就在这一范围内进行各种操作 先来看看ROOM的范围 我们先测到萨布罗身高比军舰长度 等于141比590 图中因为透视关系 以及萨布罗的姿势影响 他的身高和军舰长度均有缩减 因此两者的比例误差不会太大 我们从生命卡中可以得知 萨布罗身高为19.5米 可得军舰长度等于 590除以141乘以19.5 约等于82米 我们再找到庞卡萨德时的一幕 金测量同款军舰长度比ROOM的直径 等于283比812 根据全长82米可得 ROOM的直径等于812除以283乘以82 约等于235米 然后是他觉醒后 包括剧烈爆炸经营空间ROOM的大致范围 从生命卡中我们可得知 罗线的身高是191厘米 我们选取他在街上战斗时的一幕 金测量罗的身高比合之过三层建筑 等于132比752 虽然因为透视关系 这一侧的建筑比时间要矮 但罗也压跌身体导致自己变矮 所以最后我们所得的比例误差应该不大 那么三层建筑高度就是 752除以132乘191 约等于1100厘米 也就是11米 接着我们在1040话中 补全ROOM的范围 金测量 合之过三层建筑比ROOM直径等于 30比1036 一只楼高11米 所以ROOM的直径等于 1036除以30乘以11 约等于380米 明确的手术果实大致技能范围 我们再说回技能本身 空间性技能可以细分为四类 一 平移 所谓平移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ROOM指挥棒 若单手伸出手指 所以将物体在技能范围内平移 这招看似简单 但其背后的力量强到离谱 若曾轻易举起军舰和巨大冰块浮空 也曾有指挥棒强行改变 藤湖陨石砸落的轨迹 因此若和其他人配合 最后用一块大石头 把大妈砸向鬼斗置外时 也难怪大妈无法阻止了 因为石头上附带的力量 足以弹飞陨石 四舍五路 等于大妈被陨石砸中 光凭这一点 只要处于ROOM的覆盖范围之内 手术果实完全都可以看作 弱化版的飘飘或者中立果实了 而在迄今为止的剧情中 都没有给出过ROOM平移物体时的负重上限 从1040华的表现来看 ROOM包住10个鬼斗都绰绰有余 虽然考虑到范围越大 也许操控率就越弱 但理论上 要是ROOM的体力充足 平移几致力拖起鬼斗慢慢降落 还是不难办到的 另外 ROOM在两年前相不敌群岛时 曾指挥海军们的残骸漫天飞舞 说明平移是可以生物为目标的 当然 作为一名出色外科医生 指挥棒可不只是平移 在具备强大力量同时 华也能做到兼具精度 例如他的得道片时 曾指挥手臂和配刀旋转 攻击拖雷波尔 便能体现这一点 二 交换 平移一般用于大场面 如果平常最多用到的 还是各种空间置换 这一能力具体表现出来就是瞬移 其中包括了物体 人 空气 任意两者间的互换 这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同样具备瞬移能力的肉球果实 肉球果实的瞬移原理是 通过拍击 将把我在器团内的目标 弹项能力者预定的位置 而手术果实则是更加便捷的 没有中间移动过程的 两者所在空间的置换 所以手术果实的顺移优势 在于可以无视障碍物 能力者也不必和目标贴脸接触 而且还有ROOM扫描这种 一次性识别某类物品 进行批量转移的方便能力 虽然因为ROOM的范围限制 手术果实没法做到 肉球果实那种超远距离的移动 但总的来说 手术果实战斗中的整体调配 辅助队友的能力 远比肉球果实更加出色 3.切割 配合妖刀鬼窟 罗能无视硬度材质和距离 展开任何东西 但到现在还没有 出现过他切开海楼时的画面 而且如果对方的霸气太强 达到凯多大妈那种级别 罗也没法切开他们 按目的不同 切割产生效果从弯出心脏 导篮要截断基地不等 早在罗的官方小说中 他刚成为能力者不久后 就在不麻醉的情况下 利用这能力将附在肝脏上的 却慢慢剥离 而据维尔哥透露 在十多年前 罗和他打过一家 当时维尔哥是站在那里不动 罗都无计可施 然而维尔哥没有想到 十多年后的庞克阿萨得一斩 早已成长起来的罗 赶紧利落把他切成了碎块 这说明没法对四皇生效 只是因为罗的实力不够 只要他继续成长下去 砍碎黄极强者迟早的事 根据能力设定 因为手术果实在斩基本质上 是空间错位而不是斩断 所以中招者不会流血 不会死 除去平常的切割 在战斗中罗还有手术刀 中专门针对敌人心脏的招数 对方被弯出心脏后 会因为体力不知暂时昏迷 但事后 除了受制于罗 并不会影响到正常生活 手术刀可以把目标心脏 放在一个小立方体内 而这个立方体 其实已经有点半永久的性质了 就算远裂罗 也能照样存在 还有罗曾在对付拖雷波尔时 用刀的高频手术刀 因为切口结合了 手术果实的电击能力 几分钟内 对方就算使用恶魔果实 都没法重组身体 这还没完 后来到了和之果篇 警卫们在凯多手下幸存 再次补权了切割能力的设定 原来若不是罗亲自来解除能力 那么曾被切的人 就算被拼好了 其实切口也还是存在的 也就是说 罗要使一次剁碎所有队友 再不解除能力 徒手拼起来 那么人人都可以是 四分五裂果实能力者了 说不定刀斧之类的武技 都得从此推出历史舞台了 四 隔离 罗觉醒后 K-Room和R-Room是什么原理 目前罗还没有详细介绍 但白金个人觉得 这两技能原理上应该是一样的 其本质大爱可以概括为空间上的隔离 通过将特殊的空间立场 附着在某物上 使其进入一个无法被选定的特殊状态 K-Room是将立场附着在罗的配刀上 因为立场内外 已经是两个完全错误的空间了 我们甚至可以将之视为 海市圣楼寺的投影 所以鬼窟可以公然穿魔 无视防御的统计大妈体内 我们看到的鬼窟身长 也不是说刀变长了 可能只是因为内部空间的拉伸 而产生视觉错觉 也正是因为这样 这招没法直接造成伤害 而是需要内部释放 即使是空间错位 也无法掩盖的冲击波 从内部在零零体内爆发 如果原理真像我上面猜的 那么R-Room就是 把大妈塞进了K-Room 使鬼窟所在的错位空间 要是换个目标 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大妈 已经是真正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后 留在原地的投影了 可是大妈霸气太强 导致罗无法顺利转移大妈的身体 所以她只能退而求其次 把零零产生声音隔离进错位空间 所以大妈的声音 除非大到惊天动地 否则又摆脱不了静岩状态 之后眼尖大妈摔进岩浆 罗莉可用这个错位空间 把所有爆炸全都包了进去 这绝不是因为怕下招 合制过民众了 而是把爆炸隔离在独立空间内 这样一来 就算花质度受到波及 也只是余波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种原理解释合理吗 手术果是与电有关的技能 共出演过三个 一是心脉修克 这一招可以释放出 类似于自动电击器的高频率电击 第一次使用是在庞卡萨德 他以这招电翻了巨人寺的雪人兄弟 回到时 就连大妈中招都惨叫不已 这就足以看出这招的威力 还有维尔哥和明哥也中过这招 虽然都吐血 但从漫画的表现来看 维尔哥没有惨叫 受到伤势应该是比明哥稍微轻一些 二是高频手术刀 前面我们也提到过 这结合了电阶切割剂 比普通的切割难度更高 算是出于特殊目的的特殊技能 三 伽玛刀 这一招可以在手中 汇语成短刀似伽玛射线 是携带巨大能量 传统性极强的一招 它可以在不破坏外部的情况下 对着目标体内器官和肌肉疯狂输出 得导片时 明哥中招后 立刻就被中创了 到了鬼导片 就算是最强生物凯多龙区 都受不了伽玛刀的内部破坏 三 冲击型攻击 手术果实最早附带冲击波的技能 是注射射击 这招瞄准于异点 以鬼哭直接引导冲击波 管同对方的身体 得导片明哥中招时 腹部都被打穿了 后来鬼导片凯多被刺中脖子 冲击波瞬间在他身后扎开 凯多忍不住立刻吐了血 以这表现来看 要不是以前有明哥拦着 罗一发冲击波下去 能把拖雷波的脑将都给搅匀了 果实觉醒后 冲击波结合K-ROOM的穿透性 成为罗最强的攻击手段 他先后几次在大马体内爆发冲击波 其中还有直接插进头部的 内伤究竟如何 我们无法得知 但光看大马的骨头都被证断 就可以想象这类冲击波的强悍之处了 在与凯多战斗时 罗用出过名为抗军武装的防御技能 知道他只用过一次 效果还不怎么好 凯多反手一棒还是把他打飞了 关于这招信息太少 暂时无法确定原理 除了上面说到的 罗在PH导师用过一次 把所有人心灵互换的技能 这招可拆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先分割目标灵魂和肉体 使其进入与灵魂出窍类似的状态 然后第二步 再把脱离肉铁心灵移植到其他身体上 达成心灵交换的效果 从结果上来看 这就跟很多人猜测过的 熊把自己的意识拍出肉体 以后肉体意识重新合一复活 猜想类似 这个不同寻常技能完全不同于罗的其他能力 也许永生的秘密就在其中 那么说到这里 最后要贴就是传说中的不劳手术了 早在手术果实刚出现时就提到 这枚果实有这一能力者生命为代价 为目标执行不劳手术的终极能力 怎么样才能令其他人永生不死 结合罗目前所有技能 个人觉得有两种可能 一是从细胞层面改变 个体成长到一定阶段后 就会停止新细胞生成自然规律 这种精确到细胞的传说及难度的手术 自然就会让手术果实能力者耗尽自身精力而死 甚至还需要通过自身生物点不断催进这种变化 二是以心灵移植技能为基础 让目标永久拥有在老区之前 将移植转到新肉铁能力 类似于被动版大蛇丸 以上就关于手术果实全部内容了 不得不说要是光伦果实能力 罗的手术果实 已成长是当年十一超新星中数一数二的存在 不知道关于他的能力还有哪些猜测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补充 我是白金 咱们下期再见